我們台湾國的如果玩笑話當年都在開玩笑 像台中的電影說有怎麼在做一頂頂 但有來小民眾所是感覺說 不論是文森新林公園的主頂 或是黑路燈公園 這個電影都沒有像以前這麼二歲 今年又新將跟一個方圓黑路頂的頂庫 還有花納將這個頂都被圍繞到 都看不清楚頂是生意做什麼模樣 對處市政府是說 今年經費跟九年一樣 所以就要報第3頂庫 所以主委才來分散 今天是在台中的電影 黑路燈電影 大大的草地上放到就是這家的豬土燈電影 不過最小看一看 是比較有套 還有城堡的裝飾 而且豬土燈光起來只有十幾個 給民眾看起來是很失望 因為以前它分布的比較廣 現在就只有部分一點點這樣子而已 現在說跟合併說就比較不一樣 所以說來看這個燈會有感覺很失望 對 有差 不過旁邊的單位電路是比火燈多得不少 有民眾表示還要分賣千七十點火 或是夜市 在台上一天就來拍檔 不過參觀的人實在是沒多 一天祖金就要四千多元 該用最幣 必須要多付一倍的祖金 觀光就表示 今年經費跟九年收工 只有一千八百萬 二十八萬的小鐵燈已經開了三分之一一算 其他經費就必須要補第三的電池 分散支援之一 人力也要分散 然後花燈也要分散 然後廠商要兩邊跑 完美要兩邊跑 就會 就會 沒有辦法集中那個火力來 跟九年相比 今年火燈的造型和蘇聯 都不比翁年豐富 市府觀光路由教標示 在館市學民正前 是有往來台東市市務局來發包完成 這次之後已經無法來收盡電池的幾位 在人力跟經費都不少的總控制下 時間的壓力 也找不到可以對它 製造大型花燈的槍箱 就有辦法請賓獎多多來包含 其實台東綜合報道